欢迎继续收听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小桃马虽然有了明确的提示 但是我还是有些想不通 雄风似笔如刀 已经在这总历千万年了 就算我们等下去 它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爬不上去仍然是爬不上去 不过小桃马是不可能 无怨无故在戏爽我们的 所以我耐住性子 在这等着 小马虽啊 要等多久啊 你说说呗 等下去以后会怎么样啊 老年爸开始幻想 说是不是有个大鸟飞下来 把门给拉上去啊 不管老年爸怎么问 小桃马身上来来回回 只有那么一个等子 我们在雄风备阳的一面 安身下来 这座山所在山坳是暖暖的 草皮已经开始露头 比外面冰天雪地 多了几分活气 我不知道小桃马 要我们等待什么 也不知道要等待多长时间 尽管已经耐着性子 可是心底其实一直在躁动 就这样等了三四天 小桃马悟性中 渐渐安静下来 伏在活蹦乱跳的 到处蹦的 这有点反常 所以我预感着 可能事情要出现 转机了 又过了一天 算算日子 是这个月的十五 天气很晴朗 我天天守着小桃马 几天时间下来 也有些疲劳 入夜之后 打算好好睡一觉 恢复体力 我睡得不踏实 总是蒙蒙隆隆中 半蒙半醒之间 过不了多久 老年把突然把我推醒了 你瞅 老年把回头一指 晶朗的天空 不知什么时候 飘下了一片云 把本来很明亮的月光 给挡住了 四眼迷蒙 但是顺着老年把手指的方向 我看见 一眼看到 小桃马定定站在山脚下 身子携椅着两块石头 码头朝上 仿佛正在眺望着 雄风的山顶 风顶的云层 就像是一片 正在流动的海样 云起云落 按道理说 从山脚到风顶 那么高的距离 加上光鲜朦胧 不可能看到什么 然而 我阴约约中感觉 在风顶流动的云层中 楼出一片 巨大建筑的一角 自然天空 我记忆中 关于自然天空的线索 被黑色恶灵抹去了 但是 察觉到 封顶那建筑的一角时 我还是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哪应是传说中的 自然天空了 我抬脚 跑到小马区旁边 然而 跑过去的时候 我看到 小桃马的眼角 不知何时 留下两滴 晶莹的眼泪 这是他的家 一别数千年 如今 总算亲眼看到天空的影子 小桃马有灵性 和人一样感慨万千 是难以自持 但是 他好像不愿意 让我们看到他的眼泪 我跑过去的时候 他马上转头后车 带着我和老年吧 一直从山脚 推出一里地左右 小马区到底搞什么 我一边听老年吧 在嘟囔着 一边观察着周围的变化 头顶的云层 飘忽得越来越剧烈 山坳中忽明忽暗 就像一盏明明灭灭的灯一样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间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这时 应该是圆月正当空的时候 随着月光的摇曳 我的视线也时而清晰 时而模糊 不断努力地在四周扫视感应 当我再一次遥望 几百米之外的雄风时 眼神顿时一晃 我看到 被扬的山背之后 突然多出一道 巨大的令人吃惊的影子 那道影子好像通天彻地 从山脚一直延伸到 峰顶的云端 我唯恐是自己看错了 赶紧揉揉眼睛 恰好半空云层流转 露出圆月 那一瞬间 我终于看清楚 雄风的山脚下 出现了一棵树 巨大的树 我叫不上那棵树的名字 它高耸入云 枝叶繁茂 树叶如同金铁 顺着山坳的风 互相碰撞 叮铃铃错想 满树的叶子 树都数不过来 叮当声交织成一片 听着像月儿的丝竹声 我一下就明白了 小桃马让我们等的 就是这棵通天一般的大树 大树紧贴封闭 只要爬上这个树的顶端 就等于到达这雄风的峰顶了 这树爬上去的话 还闻不 小马圈 老年把也明白过来 高悬几天的心 也终于落了下来 蹲下身子 对小桃马说 还有啥情况 一下子说清楚呗 小桃马微微摇晃了一下 身上显出几个字 老年把说 这是通天树 双月的月圆之夜 才会显现 周然之间 小桃马突然间 豪端端崩裂了 碎剩无数块 碎块落地 也只有化成一片粉尘 没有任何的前兆 等我回过神来 它已经变成一捧灰土了 这个变故 让我心神一紧 放眼望过去 整个山奥 好像没有一丝一毫的动静 但是小桃马 怎么会无缘无故的 就崩裂成灰呢 一种不安的情绪 急速在心头蔓延 这肯定不是一个好兆头 微风仍然在不断地 吹动远处那棵大树 出了风声 山傲寂静 小桃马的突然崩碎 让我觉得是一种异常 但是大树两个月才出现一次 这次不抓住机会的话 我和老年吧 还要再等上两个月的时间 金水 怎么办呢 没事 总归是个拼吧 这一路不是一直在拼吗 不差这一次 我想了想 最后下定决心 一边朝大树方向走去 一边对老年吧说 你在家里等着 那若回不来了 那你你自己就安远路回去 说啥傻话呢 老年吧赶紧从后面拽着我 心急火了地说 带上安 安这胳膊腿啊 能救命 带上安呗 我不顾老年吧阻拦 硬着头皮 走到那棵大树底下 抬头一望 事前马上被密密麻麻的 书页给挡住了 我费了很多口舌 来说服老年吧 然后一把按住大树树干 通天大树 好像一条漫长的路 心头危机感 让我突然觉得 这是一条不归路 但是不论是不是不归路 我都要走 因为已经没有退路了 大树树皮粗糙 很容易就爬上去一截 树叶开始横生 攀爬更加容易了 耳边全部都是叮叮当当的 树叶碰撞之声 我尽力在爬 想早一点爬到顶端 无法估算这棵树具体有多高 不知不觉中已经爬了很高了 因为的老年吧已经看不见了 因为小桃马突然崩裂 我始终提心吊胆 爬得非常小心 不过 一直爬到这儿的时候 周围情况还是正常的 我在一根横生的粗大树叉上 略微一停步 自己安慰自己 小桃马的事情 可真的是一个意犹无碍吗 陈济水 一阵飘忽的声响 打断我的思路 我猛然抬起头 大树枝叶之间 零零星星地 透过几缕月光 飘忽的声音 穿透树叶的叮当声 清晰入耳 我听得很清楚 不知道是谁 在喊我的名字 紧张的同时 又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我全力寻找声音的来源 从古至今 通往自然天空的路 有几人知道呢 大老鼠被爷爷杀掉了 爷爷和墨天青离开了 这条路 本应该没人记得 然而 那飘忽的声音 清清楚楚 喊着我的名字 我绝不可能听错 声音又一次响起了 我全身关注 这下察觉到 声音是从头顶 右上方出来的 但是 上边被茂密树叶遮挡住 我看不到发生的是谁 不管是谁 这样藏头藏尾 装神弄鬼 十有八九 没安好心 我就想着 先下手为强 身子一挺 做好准备 朝声音飘的方向 爬过去 然而脚步刚刚一动 从头顶左上方 跟着飘来一道声音 那声音跟之前声音 没有什么分别 鬼雷鬼气的 在喊着我的名字 我的脚步也随之就放慢了 两个相对的方向 传出声音 那意味着什么呢 我这么一迟疑 大树中间 顿时好像炸窝了 一道道声音 从四面八方 不断地传出 人声鼎沸 阴气凛然 好像很多人 藏在树叶里偷窥 发出鬼一般的叫嚷声 我已经爬到这里了 再退回去想办法 是根本不可能 该走的路终究要走 是躲不过去的 想到这儿 我身上阳火一望 朝上猛爬了一箭 按照我的观察 这一串至少 到达声音来源附近 但是我移动的同时 那片连绵不断的声音 也在不断地朝上转移 始终和我保持一定距离 我爬了十几米 声音就往上移了十几米 我不断地爬 声音也不断地转移 追来追去 追得我情绪开始暴躁 感觉心烦起来 那片声音 就好像一堆猴子 我追击他们逃顿 但是我停下身的时候 他们又渐渐地朝我靠拢 前后反复起刺 我一动作都是火气 干脆完全停下脚步 果然 和支线一样 我一停下脚步 那片声音就戏谑似的 在周围不断打晃 我凝神不动 引诱他们靠近 停留时间越久 那些声音就越发肆无忌惮 十来分钟之后 已经在我头顶很近的地方 一串接着一串地 响了起来 就在头顶最近一道声音 响起的同时 我一蹬脚下树叉 粗壮树枝 带着弹力 整个人一下飞弹起老高 穿过一片叮当的树叶 劈头盖脸 伸手一抓 我用了很大的力气 从书也中抓到一团影子 那团影子 好像经不住这么大的力量 哇的一声 就哭了起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黄河鬼市 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声音下面 打赏一下 想听到各种平台 有声的紫金 有声的紫金 文章